祝福菩萨也是真心待人结福 六道正寿 是以妄心待人结福 四圣法界 是以清净心待人结福 他还有分辟 他还有七心斗鸣 即使不起心不动念了 他就超越是法界了 超越是法界 生到一真法界 那个不一样 真解脱了 八万四千法万 他们修行往生到了 华藏世界 华言经所讲的华藏世界 是释迦摩尼佛的 十报状元图 释迦如来 在我们地球上 硬化神 在华藏世界 是他的报神 在长级光中 那是他的法神 唯独发神 便 一切出 便一切事 我们并没有舍掉 这是迷了 迷而不久 这个要懂得 然后 你对净土再产生 决定的信心 啊 决定的信心 决定往生监督 这个世界 完全 泄气了 待一往生 待旧业 不待新业 我现在还造业 能往生 不能 把往生 把这个造业 这个念头 彻底放下了 那一刹那 就是往生的时候 这一刹那 没法子说 只好这样说法 实际上 实际上是一念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一念 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一念 这一念相应 就往生 我们今天 无法体会到一念 这个没关系 我们体验 我们自己的一念 其实我们自己一念 里面 总是 千百 照分 这一秒 我们才有感觉 如果不是 这么多的念头 累积起来 我们不能觉察 这个道理 不难懂 最重要的 要晓得 凡所有想 皆是希望 一切以为法 如梦无幻 抱怨 金刚经上 这几句重要的经文 常常 放在心上 念在口上 让他养成习惯 为什么 帮助我 放下 凡是放不下 就是你没看破 看破 肯定放下 烦恼章中的人 要从放下 下手 所知章中的人 从看破 下手 我们这两种章 毕竟还是烦恼章 超过所知章 所以我们下手的方法 从放下 这两个 立不开 放下 立不开 看破 看破 立不开 放下 看破 如果没有放下 不能向上提升 要向往上提升 一定要靠放下 那么这是 四十八运 就是全体发生 这一句 好啊 现在量子力学里面说 念力的能量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念什么 就这四十八幢事情 这四十八幢事情 全是信德 自信里头 本来居住的 本来居住的 就是全新发生 所以四十八月 九十五两幢 五两幢 五两幢 九十四十八月 该极乐一阵 知识弥陀 发生之 流行 圆满的流行 是极乐时期 那么由此可知 诸佛如来的 暴徒 像华藏时期 释迦摩尼佛 是不是 发生流行 是的 虽然是发生流行 还稍微欠缺一点 不愿吗 为什么不愿吗 一切众生 所造的夜席 障碍了发生 这一切众生 从哪里来的 也是发生流行 这就是中规 就老话了 自作自说 一点也没错 怎么自作的 没有理由 为什么没有理由 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什么 真的等于零 能性的自信 等于零 今天科学人讲 零结能量 这个名词很好 这就是发生 所现的一切现象 幻想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或者说 当相即空 了不可得 多谢 这是大臣教 必须要知道 其作用 那就将修行 这哪里修 就在生活里头 六根结出 六尘 进阶之处 那就用这功夫 见色 闻神 修相 成位 不弃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就成功了 那就圆满菩提了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